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in fact是事实上而言 老师刚刚已经补充了两个叫in truth and actually 好 再来我们看到咯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Jerry 他feel 他感觉到 来 有看到这是第三人称主词是第三人称 所以动词加s 有看到 第三人称当主词 第三人称当主词动词用单数 所以he feel that 他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戴上了这个特殊眼镜之后 这里是一个名词子句哦 帮我把这个scary画起来 中瓜糊 瓜糊起来 瓜糊到哪里 瓜糊到这里 瓜糊到句号 这是一个名词子句 名词子句的主词是scaryghost scary叫做可怕的 scary叫做恐怖的 ghost是鬼 鬼加了s表示有好多鬼 可见他应该是玩了什么僵尸片的这种 僵尸的这种 这种手机游戏 所以这手机游戏这些可怕的僵尸们正在干嘛 看到主词是复述 所以动词也用复述 对不对 这些僵尸们就正在chasing really 就好像是真的 really 真的在chasing after 在追在他的后面 来这个chase after 这个chase after翻译成在后面 追在他的后面 after 是在什么后面 after 是在什么后面 所以在后头追着他 chasing chasing after chase after him in the wild 那什么叫做in the wild in the wild 是一个地方副词 in the wild 是一个地方副词 叫做在野外 在那个野外的大草原 在那个野外的场景 野外叫做wile 野外这个字wile这个字有形容词就是野外的 狂野的 当作名词就是户外 大自然的意思 所以in the wild 在这个广阔的 宽阔的野外处叫in the wild 在野外他就感觉到这些scary 这些可怕的scary 恐怖的鬼们 正在B动词加上ing B动词是are ing是chasing 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现在进行式 翻译成正在追 所以呢这些可怕的鬼就正在chasing after 就在他的后面追着他 chasing after him in the wild 在野外 哇 这种感觉 it is so exciting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兴奋了 令人兴奋的 各位没有看到这个excite e x c i t e x c i t e 去掉e加上ing 这是一个情绪 有情绪在里头的形容词 这种情绪形容词呢 这种情绪形容词如果是ing结尾的 就是修饰事情 有没有看到他的主词就是事情哦 是这个事情 这个手机游戏这个事情是如此的exciting 令人感到兴奋 如果呢这里的excite e x c i t e 是加上d 变成ed的情绪形容词 我们就会修饰人 就是in excited 我现在感到很兴奋 如果主词是人 主词是人 我们用的是ed来修饰 如果主词是事情 是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用ing 这个文法各位不要忘记哦 情绪形容词有两种 一种是ing 一种是ed 修饰的状态不太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接下来下一段 How can Lily and Jerry do all of this? Actually Lily is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while Jerry is using virtual reality 好 接下来呢 他透过 各位可以感受到 他透过两个例子 然后他要带入正题 第一个例子是Lily 第二个例子是Jerry 他问你how can 什么叫how can how can翻译成他们如何可以 how翻译成如何 然后can翻译成可以 对不对 how can Lily and Jerry Lily跟Jerry两个人是如何可以呢? do能够做到all of this 能够做到刚刚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所有叫做all 这些叫做this 所有的这些 这个所有的这些指的就是刚刚课文的前面两段 所有所提到的特效 所有的这些all of this 所有的这些effect 都可以再帮自己补上去 effect是这一刻的单字 这叫做特效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特效 能够享受这样的特效 可以感觉到鬼在chess after him 在追他 能够戴上兔子的耳朵 跟strange hat特别的帽子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效? 事实上actually 可以换成in fact 可以换成刚刚所学的in fact 这是事实上 事实上呢 是因为他们有特效